一片涨价声当中 台北东区老四号的甜品店 去年底又悄悄涨价了 夜晚本来50元不便宜 现在一口气涨到了60元 网友在网路上po文大表不满 说不但涨价 而且限量也变少了 而且这个涨10块钱 这个涨幅实在太多 但询问店家 店家无一例外的 通通推给了原物料 黑色珍珠粉圆 让人一口接一口 有这一家老四号的东区甜品店 去年底悄悄涨价 有网友就发起了团体订购 等到东西送到 付钱的时候赫然发现 这一晚本元一口气涨了10块钱 还有人订的是红豆糖口味 打开吃却怎么也照不上红豆 会不会有一点夸张 实际让店里买一碗料四五 真的比较少 有点贵 有点贵 因为以前好像不到50块 以前好像是40还是45 后来有一阵子没有了 怎么一下50 那上次去年我来说 怎么会60 好像没有那么大碗 以前比较大碗 调味一碗是60块 可是我们量不变 一碗甜品最便宜也要60元 等于吃一个便当 拿来和涨价之前比一比 以前50元一碗 料多到几乎要满出来 汤汁也很浓稠 涨价变60元 红豆汤一碗倒出来 只有8分满 不过老板澄清 真材实料绝对没有变 也一边叫苦 原物料真的涨太凶 糖一袋从750元涨到1500元 足足涨了一倍 而台白粉面粉也涨了四到五成 馅料绿豆从一斤18元涨到40元 莲子也涨了三成 东区招牌冰品店开业二十多年 也抵挡不住涨价潮 终于新闻杨胸潮 潘道文 台北报道